作家龙英台 联合报系资料照 分享 作家龙英台出版新书天长第九 给美军的信 是向女性致敬的书 以给母亲英美军的十九封信 穿插记录战乱和离散的图文 谈生命这堂课 他今天说 事实上 这本书写了三十年 龙英台今天在新书发表会说 这本书表面上写了一年半 事实上是写了三十年 是对母辈的陪伴和穆颂 表达对女性的疼爱 不舍和缓慢的道别 他回溯三十年来 在人生不同阶段做的人生笔记 随着人生旅途往下走 分别是《孩子你慢慢来》 亲爱的安德烈 穆颂以及《大将大海1949》 四本笔记算是为天长第九 给美军的信做准备 龙英台2017年8月移居屏东潮州 在那之前 他每二周回潮州一次 但见母亲失智 一次在禁语航禅时 顿时决定放下一切 回乡陪93岁的老妈妈 是此刻人生最重要的是 龙英台开始写信 他说 天长第九 给美军的信是向女性致敬的书 也是因他醒悟到 面对老 病 死的议题 自己太晚学习 生命这堂课实在上的太少 他决意要对中年读者说 我们来谈吧 对年轻读者说 你再不开始就迟了 他说 30岁的儿子跟他提议 死后做个坟石 他当下午雷轰顶 因为回想到 他在儿子这个年纪时 根本没想过父母 龙英台表示 谈论和分享生命的课 希望能让更多人意识到 生命不断往前走 进而对生命能有全观的体会和认识 那就是成熟 让人找到自己的位置 回乡陪伴母亲 母亲已无法回应女儿的提问 龙英台说 他思索到底从父母被学到什么价值 体会到启发 他的是美军世代整体生命过程 天下杂志出版指出 天长地久 给美军的信 昨天上市 销售已破万本